香港反国教行动越演越烈 今天更发起全程黑衣日 抗议中共洗脑教育 对此台湾立委今天表示 中共政权统战手段频频 一国两制在香港破局 台湾应该关切 引以为鉴 港人反国教洗脑的怒吼 从8月以来越演越烈 目前抗议行动已经延烧学界与艺文界 台湾立委表示关切 强调共产政权的黑手已经升过 港人的容忍底线 中国已经开始去过问 香港的法院判决如何判 香港的媒体如何报导 香港的教科书如何教导学生 香港至少是一个 给台湾的一个范例 中共前置香港动作频频 今年3月超过600位香港学者连署 抵御中共赶予学术自由 之后中共下密令 阻挠新唐人在香港的全世界中国武武道大赛 引起香港政界反弹 这次反国教行动 包括艺人黄秋生 荣祖儿 陈慧玲 都加入声援行列 如果真的是强硬实施的 这个包扬共产党的这个所谓国教 国民教育的话 会变成一个中国的政府 跟香港民间的一个很大的矛盾所在 他在中国可以封锁脸书 他在香港无法封锁脸书 所以他只能够用这样的一个 潜移默化的方式 透过教育的洗脑 以为这可以解决掉 独裁政府的统治性的危机 那当然这绝对是言目求疑 所有的监视都有死角 这是独裁政府的无知 8号礼拜六台湾人民教育基金会等多个民间团体 也将发表声援 已经参与绝食的学者王丹在脸书上说 面对中共的庞大黑势力 呼吁唯有跨海联合 才可能集结出更大的力量 新唐人亚瑟电视 陈娇陈珍 台湾特报道